大家好 这次呢我拿到了一个这个GPD-G1显卡屋 在这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这个显卡屋的一个测试 作为对比呢 其实我手上还有另外两款 一个是这个技嘉的这款显卡屋 叫gamingbox 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之前 这是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一个 这是一个简易的转接板 这个板我这次就不对比了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这个独立的显卡 就主要是和这个技嘉的这个显卡屋做一下对比 这次的这个G1显卡屋呢支持双接口 这个这也是这个 这个简易版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接口 它是这个奥克林克接口的 这个奥克林克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PCIe 4.0接口的一个变形 是外置的一个PCIe 4.0的接口 这个转接板就是把这个普通的台式机显卡 可以转成这个PCI的这个奥克林克接口 那第一它就内置了这个这个功能 那我的当时这个奥克林克接口的这个线呀 还有这个转接口其实都是搭配这一套一起的 那因为之前并没有这个原生奥克林克的设备 我是通过改装这个GPD WinMax 2实现的这个奥克林克接口 它就是把这个 这个M2的这个2230的接口 做了一个转接板 然后转出来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奥克林克接口 当然原生有奥克林克接口的设备呢 新版的这个WinMax 2和新版的Win4 应该最近也会拿到 将来再用这个原生的设备 做一次和这个改装版的一个对比 这只是抢先的一个体验吧 因为现在的线也不是原装的 接口也不是原装的 这个会有一些问题 等一下在测试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连接的话 就只要把这个奥克林克的线 和WinMax 2的接口连上 实际上就可以识别到一个 这个7600MXT的这个显卡了 这个就是奥克林克接口 G1显卡5的这个显卡 这个显卡在用奥克林克接口的时候 和这个雷电接口有什么区别 就它因为是原生的PCIe接口 所以这个它带宽相比雷电来说 它可以做到无损的一个 无损带宽 但是呢 用这种转接口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出现这种带宽减速的问题 这个带宽可以用IW64带的这个 GP GPU Benchmark去测 把这个原生的这个核显关掉之后 单独测这个外置显卡 他注意他和他前两项 第一项就是这个内存的读取 第二项是内存的写入 这个奥克林克的接口呢 因为现在G1这个显卡5 它是PCIe4 4.0乘以4的一个接口 它的理论的带宽是64Gbps 那可以换算成这个 赵字节的话应该是8000赵字节 排除一些传输上的这些 需要的这些额外的这些信息 它实际承载应该是在6600兆 每秒 但是现在看到 目前只有3300兆 也就是说现在它是跑在一个半速的情况下 这个系统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我估计可能和这条非官方的连接线 以及这个转接口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会对这个信号有明显的损失 像这个PCIe4.0是一个16Gbps 每一条通道的这样一个高速信号 这种外置的线呢 一是它不能做太长 它越长信号的损失就会越大 还有就是这些转接的接口 要尽量的少 没有一个接口啊 接口上面如果没有这个 Redriver这一类的芯片来增强的话 信号强度都会下降 所以就会出现现代这种情况 我在这套系统下也曾经跑出过满速来 但是概率非常低 大概率只能跑到这个半速的情况 但是呢 可能很多人他注意不到这个半速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测试的时候 很多场景下这个半速和满速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跑3DMark 半速和满速几乎都能把分跑满 所以靠这个 就是实际上靠3DMark是看不出来 跑在半速还是满速下的 只能靠这个测试工具来测 所以目前呢 我因为很难把它跑满速 所以暂时先做一个半速的测试 先用半速的奥克林克去和这个 USB4 以及雷电3的极加显卡 我做一些对比 先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跑分 跑这个测试 时间还比较长 那我不会不用这个来测试 还是看一下游戏里面表现 这个游戏呢 我就选了这个赛国朋克2077 这个游戏 为什么选它 就是因为赛国朋克2077 这个游戏 对这个显卡的带宽 还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又不是特别变态的要求 对这个显卡的性能也有要求 所以选了这个游戏 因为其他有一些游戏 对带宽其实不敏感 半速和满速 其实跑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有的游戏 就是可能 比如这个场景 它的影响不明显 然后换一个场景 影响就变得很明显了 基于这些考虑吧 所以综合下来 我觉得赛国朋克2077 比较能体现显卡屋 这个应用场景下的 这个显卡屋的质量的差别 最早我 这个技嘉显卡屋 我好几年前就买了 买了它之后 我就很长时间都没有用 这个等一下 咱们先开一个测试 看一下 我就统一 因为想打算和Win4 再做一下对比 所以现在都选择 1080P的分辨率来测试 然后图形质量 就统一选了一个 统一选一个 Steam Deck 这个是一个预制好的 一个效果 这个特效大概就是一个高特效 这个游戏的 这个Bunchmark吧 有bug了 我设置好了之后 必须要退出去重新进 这个设置才能生效 不然你看起来 它设置生效了 实际上它那个设置还是之前的 再结束 退出重庆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基准测试了 在基准测试的过程中呢 咱继续聊一下这个 因为我这个技嘉显卡乌买的时候吧 那个还没有新冠呢 这都好多年了 但是使用率特别低 我几乎就就用了180个小时吧 主要原因 我觉得就是给的 给我第一印象就比较不好 就觉得这个显卡乌 对性能的损耗 在有些情况下有点过大了 这个可能都影响正常玩了 最初的感觉就来自于 这个赛富凤2077 因为当时我是用那个 应该是用Win3和当时的WinMax一代 来连接的 那个时候就发现 这个接了显卡乌之后 有的场景 它的帧数比当时那个Win3的核显还要低 它帧数就很低了 就感觉 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 不用显卡乌实在是没有意义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游戏可以给这个游戏的帧率提升很多 而且你可以把特效能开的都打开 但是总体用下来呢 就比如我这个游戏 有的场景挺好 有的场景就比较差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用起来还比较麻烦 这第一遍这个测试跑完了 这个是用内屏1080PSteam Deck的一个设置跑的 咱再来看一下外屏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区别了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外屏 为了拍摄方面 我就把它叠在这个Win Max2上面了 它也是一个2K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屏 尺寸和Max2原来的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屏 因为内屏呢 那个画面需要传输回来 给到内屏的核显 然后再传给内置的一个显示器显示 所以它带宽有一定的损失 所以相对来说 帧率也比连接外屏的时候要低一点 现在就是一个外屏的测试了 在这个连接外屏的情况下呢 如果跑到满速PCIe 4.0乘以4通道的话 显卡几乎就像这种中低端的显卡 几乎就没有损耗 相比它插在直接插在台式机上也好 或者是像这种笔记本用的显卡 直接连在笔记本上的时候 应该性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下降 好 好 感谢观看 可以看到现在是99帧相比之前的内屏外屏的帧率就提高了一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光追的一个表现 这个之前光追这个设置也有问题 就是我设置成这个超级光追之后 把游戏退出去再重新进 然后就会发现它的这个设置这个名称变成了自定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应该是按照超级光追这样一个设置来配置的 这个AMD显卡的光追性能相比这个N卡它会低不少 所以可以看到开超级光追之后 现在游戏都没办法稳定在30帧以上 刚才都出现过30帧以下的情况 游戏已经是勉强可玩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或者也可以把光追这个级别调低一点 相对来说帧数会提升不少 我们下个人的方法 我们下车就会发现质量 我们下车就会发现质量 更加重新的发展 最后再车就会发现质量 但是我们下车就会发现质量 每个人的方法 再车就会发现质量 质量 质量 平均36分 下面再看一下USB4连接情况下的这个表现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接口换成了USB4的连接 Oklink的已经拔掉了 同样咱们先看一下这个USB4情况下的这个带宽的情况 其实只测前面两项就行了 后面数据不会有什么差别 可以看到这个在接USB4的时候 读取带宽是2977 写入带宽是2732 这个带宽呢 基本上是符合USB4设备的一个上线表现的 所以说在USB4连接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跑满的 这样咱就不去继续跑它了 把这个东西结束掉 就看一下它的带宽就可以了 同样是赛博朋克这个游戏 Steam Deck的设置 然后1080T的分辨率 再用内屏先测一下USB下的一个表现 USB4内屏应该是损耗最大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代表着最低的一个帧率 现在可以看到游戏还是可以在60斤左右的这个帧率下运行的 但是明显要比奥克林克的尤其是外屏连接情况下的帧率低 74帧 这个你也有一定波动 之前测试的时候 好像你可以跑到更高一点 这次稍微有点低 这次换成了外屏 大家看一下 这是那个外屏 是我连接上的一个外置的显示器 可以看到USB4的外屏里面 连接情况下比内屏又高了几帧 这时候油皮可以稳定在60帧以上了 这个Steam Deck的这一项设置 它叫Steam Deck 但是实际上在Steam Deck上用这个设置跑不起来 我用Steam Deck试过 经常掉到20多帧 我不知道这个厂家怎么想呢 给命了这么个名 实际上它对应的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效果了 刚才的帧率出现了一点波动 跑86帧 还算将就吧 之前能跑90多帧 刚才不知道因为什么 出现了一点波动 现在我是连接了G家的这款显卡 我可以看到已经是外置显卡变成了GeForce RTX 2060 一样咱们还是跑一下这个AW64的带宽 看一下G家的这个显卡屋的带宽 这个我之前测过了 其实它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存写入速度只有1500 它这个显卡屋在官方上有一个这个新的固件 可以把这个写入速度提高到2000 但是带来的问题是 显卡屋上面的那个USB接口的速度会大幅度下降 如果再插一些像这个硬盘之类的东西 速度就会很低 但是显卡屋本身的性能会有一点提高 据说能提高到2000兆左右 这个其实相比刚才咱们测的G1 也有一定的差距 G1可以跑在2700兆 它最大据说可以跑到2000兆 但是我现在没有更新固件 只能跑到1500兆的这个速度 那其他的参数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和这个2060这个显卡有关系 就把它结束一下 一样还是赛博朋克 然后设置也和刚才是一样的 再跑一下看看这个技嘉显卡屋的表现 我之前也说最早对这个显卡屋表示不满意 就是因为2077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在里面的超梦的长久 用技嘉这个显卡屋运行的时候 当时我的那个是一个1650S的显卡 当时那个显卡只能跑不到10人 还不如核显 现在看在这个 这个Steam Deck的设置下 帧数有四五十帧 看起来还行 但是实际上 VMAX2的这个核显 只要把功耗放开了跑 也比这个低不到哪去 当然因为本来2060这个显卡 它性能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7600MXT 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显卡屋还有就是像现在这种现象 在游戏过程中经常出现这种突然掉针的情况 就玩得好好的突然就卡一下 这个特别影响体验 用核显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它平均帧率看起来还凑合58帧 但是这种卡顿的情况还是比较厉害的 下面咱再看看它外屏的一个情况 现在也连上这个外屏 然后测一下看看这个外屏的表现 一样的设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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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起来也是要比内屏稍微高了一点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用Win4连接G1的一个表现 现在已经连上Win4了 可以看一下它的设置其实都是一样的 1080P分辨率 然后Steam Deck的一个预设 然后运行一下 G1这个显卡屋 目前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现在这个风扇的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因为现在我拿的这是个内侧机 风扇的这个转速也还在调整 这个和将来产品的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也在优化 这个帧率啊 看起来和刚才Win Max 2用USB4接 在内屏情况下几乎是一样的 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因为这两个设备的都是同样的一层 在这个地方也出现略微的帧率的下降 但是相比这个技嘉的那个显卡屋来说要轻很多了 也是75帧内屏的一个表现 最后再测一下外屏 现在已经切换成外屏了 但是现在是Win Max 4接的还是这块外屏 我来测一下这个 因为下周应该就会有7840U的两款机器 都是原生奥克林克接口的 一个Win Max 4一个Win Max 2应该是都能收到 到时候可能还会用原生的接口再对比一下 和现在的这个改装的接口有什么区别 呢 优优独播剧场——旅游 sent 88.29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区别了 刚才测VMAX2的时候呢 我是关掉了CPU的锐频 可能对这个帧率测试有一点影响 这次对比就初步先对比到这 用2077这个游戏 先展示了一下G1显卡5 以及这个G加显卡5 对比的这么一个情况 随后我会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内容 如果朋友们有想看的 其他的测试的内容 也可以给我留言 这期就到这了 拜拜